根据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消息 公路总局方面已经同意市政府的提议 从5月9号开始事办9026分流计划 预计可以帮通勤族节省不少时间 长度很长而且有时候已经客满了 却没办法从国道3号就直接上一边 依照规定要到国道1号才能上高速公路 其实增加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考量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建议公总采分线的方案 包含B线和C线 一条线的话就是从大五轮 然后就直接上国道3号 另外一条的话就是专门服务的一个 迈进路沿线的民众 然后上国道1号 那这样子的话在大对大五的人 居民来讲可以节省30分钟的旅行时间 然后对于长庚医院这部分 这民众也更容易能上车 那这部分公总有同意到5月9号的时候 开始实施办 然后如果实施办状况良好的话 之后也就可以正式实施 那9026需要分流是我们分析后认为 可以最实际的帮忙到 搭乘民众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状态 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所以我们也请公路主席 那基本上其实市府这边的一个建议的话 公路总局这边其实已经都有开会 那也都有这一个一定的进展 包括就是未来9026的新路线 这个有相关的这一个分流的计划 我们都会来进行公告 然后尽速的来完成 然后让这一个基隆市的民众 能够就是在搭乘国道客运 往返这个台北双北地区的话 能够更方便 基隆通勤族的问题 透过中央跟地方充分合作 逐渐事办调整 相信可以找到最佳的运输模式 让基隆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往返更加便利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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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